缝纫机的声音没停过 在家避疫的陈丽珠忙着缝制布口罩 这个疫情口罩很多感恩妇也买不到 今天尽量可以把它完成 做好了可以尽快送到感恩妇的手上 主要只是协助她 因为我都不会啊这些 拿着手都会抖 看到现在这个疫情这样严重 一个好机会啊 一起学习啊 疫情让所有活动都停摆 但爱心并没有因此而停止 不得与社区民众一起守护更多人的健康 这个病毒可以让人类反省 因为我们破坏地球 然后其实受影响的也只有人类 你看动物啊 那些他们都没有受影响 刚开始是我们还抓不到它的敲门 然后就要半天才做到一两个 因为你才还要抓敲门 抓到敲门了就很快了 这样的东西先给我们低线的同仁在服务的 然后过后如果大家还是有人可以跟着来做 我们就想到说给我们的感恩户啊 然后还有我们的志工们啊 大家买不到口罩又需要的 人多利大福就大 把众人的爱心集合起来 一起用爱挺过疫情 大约新闻 这是美之工 马来西亚报道